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小朋友呢,是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魔笔游戏,模特选秀大赛。 那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要跟大家带来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个小朋友。 那我们的小朋友呢,都是我们的模特选秀的候选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他们。 但是很遗憾的呢,是我们在今天的模特选秀大赛当中,两位有可能是要被选掉咯。 嗯,我还想继续待在这个舞台上呢,但是好吧,没关系,如果大家不是特别喜欢我的话,那我把我的好运分享给上海来的几位候选人吧。 哦,谢谢,嗯,其实我还是觉得莉莉她表现得不错,我觉得她最近还是表现得很努力的。 嗯,那好吧,给我们上海来的候选人,我们呢,是给你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挑战。 那你们的挑战就是在我们这一些的史莱姆当中,你们将要跟她进行一个拍照片,然后谁照出来的照片最漂亮,那么我们将会让她直接进行到我们下一季。 好了,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来选择我们的这些漂亮的照片咯。 嗯,我喜欢这个粉色的史莱姆,嗯,我也是挺喜欢的。 嗯,小佳,我可以用这个黄色的吗? 嗯,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粉色的。 哦,米亚,我也喜欢这个粉色的。 嗯,你怎么也拿那个粉色的呢? 哦,Caroline,我也喜欢这个红色的。 嗯,拜托啊,汉娜,没关系了,这边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一个史莱姆,你还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嗯,那好吧,那我就选择绿色,那我可以开始咯。 嗯,最好呢,你们现在不要直接进去,我们等会呢,会跟大家同时一起在里面。 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要开始咯。 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把它站进去。 嗯,我不知道它怎么样可以跟我的衣服进行个搭配。 嗯,我不知道啊,这个好麻烦呀。 嗯,我觉得好好上脑筋。 哎,它挺黏黏的,它黏得到处都是。 嗯,那好吧,既然它是史莱姆的话,那我们就应该会跟它有个亲切的接触。 耶,你看,我有一个漂亮的小帽子。 嗯,我觉得小佳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创造性。 我觉得她非常的勇敢,她愿意对她的事情进行一下的尝试。 哦,你看,我第一个裙子已经做好咯。 你做,你觉得怎么样? 哦,皮亚,我觉得你做得特别的好。 看看看,皮亚,你看我也做好了。 好了,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哦,我看到这边有非常非常漂亮的裙子咯。 哦,你看,我的裙子特别的长,都已经拖到了地上咯。 嗯,我觉得你的粉色的黏筒呢,非常的不错。 但是我们得看一下在照片里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好了,我们第一个是小佳,还有我们的汉娜。 我们的小Jessica是在蓝色的这个史莱姆当中。 怎么样? 还有我们最后的一位,最后的一位米亚呢,是在我们的一个差不多透明的一个史莱姆当中。 不知道我们的观众面前的小朋友呢,会选择哪一位看这个候选人呢? 那么我们就下期敬请期待吧。 下期不见不散,不要忘了订阅点赞留言。 下期不见。 下期不见! 快点! 快点!